這個企劃跟大家簡單說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融入一個情境 就是我真的人生什麼都沒有了 我的人生會演變成什麼樣子 謝謝 謝謝 總共是四百 496 我真的沒有利息跟你們做效果了 我看我今天這份薪水可能是領不到了 真的快不行了 我現在來到了西門町的這個就業服務處 想來找一份工作 我也不知道會找到什麼 但是只好進來打個工 看到底可以能不能累積一點財富 再來創業好不好 找完工作了 反正填的資料還蠻多的 就是首先是你的什麼學歷啊 住職啊 語言能力啊 你的技能啊等等 這邊呢 問完之後他們是全職的工作比較多 然後兼職的工作比較少 然後剛好呢 今天他們這邊有一份臨時工 是在市府站附近做那個房屋拆除的 但是我不知道我這樣的設備可不可以做 但是他是先把我發過去那邊呢 要跟對方有說 有一個年輕力壯的年輕人 要來打工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去塑化局打工了 好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信義區 那種比較老舊的公寓 感覺是那種 從化區之類的 可能要要度更了之類的地方 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工作呢 也很簡單 把那些垃圾鏟一鏟 然後要鏟好幾個小時 我們馬上開始工作了 好好不好 大哥我來了 我的工作是什麼 就是鏟這些東西嗎 就是喔 對啊 就是把這東西鏟到袋子裡面是嗎 對 好 哪邊開始 我馬上就放在這邊吧 喔好 好 我們很想要他 是 我們要去塑造一次 我覺得去塑造一下 平衡 對 瑜伽 好 好 嗯 好 你 一下 好 腰牌酸 真的会酸 一般 一般那个 在工地打工的 都什么要求要投篮 我现在要好酸 看我才怎么没装时代 我就快累了 不适合这个 还是我们辞职 去做别的 要不要辞职 我不行 我们现在没有 无分为分 我们现在没有 哦 好累哦 你们平常工作啊 有没有什么休息时间之类的这种东西啊 有 多久休息 正常一个小时休息 休息个十分钟嘛 哦 我现在只多了十一分钟 哈哈哈哈哈哈 我怎么感觉我工作快半个小时了 这边没得铲子怎么办 要把它打掉吗 就忘我们打了 哦原来休息是这个 这么一回事 那你不要打那么快啊 好累哦 就是平常 坐太久了 核心没力 只要这种劳力工作 腰超酸的 就是 变成核心不会发力 都是用腰在死力 我才惨了没多久 我看我今天这份薪水 可能是领不到了 真的快不行了 哦 看我现在 我看我现在脚 应该全部都是汗了 整个都是湿的 你看你们看 我的脚 整个都发亮的 能不能顶一根啊 哈哈哈哈 太快了吧 太快了 你们录了多久现在 呃17分钟 看我17分钟 我就觉得我自己快死了 你知道吗 没东西惨了大哥 换你了大哥 了 鐵掉了 腰已經不能動了 肌肉緊繃 這錢我不賺了 至少我們現在還有五百塊 我們今天投資失敗 然後我要坐車回去那個台北車站 太累了 我現在腰是已經沒有辦法 失利了 然後這個工作又是一直彎著腰 然後在那邊慘 真的沒辦法 真的很累 很痛 又現在很痛 失失了 幹這個 以正常人的體力 我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得懂 但以正常人的體力可能是幹一天 要休兩天 就是那種消防員的那種上班製作 你知道嗎 所以就算一天給你三千塊 幹一天休兩天 你一個月就三萬而已 所以工地沒有想像當中那麼好賺 我本來以為 每天來 三千塊到手了 一個月就九萬了 應該生活沒有那麼苦吧 我覺得他那個裝袋子那個人 也要由我來 那我就可以使用盤 可以慢慢剪 好像用剪的好像沒有比較慢 而且比較輕鬆 真的好累 我腰真的太痠了 就是現在已經完全沒有辦法 站著用慘了 大哥你們腰都不會痠喔 不會不會 習慣了 腰都超痠的 沒想到 幹苦我也不行啊 我應該我應該這輩子 幹過最累的工作應該是 那個在外面送貨 在香港的時候 剛出來第一份工作 是在街頭送貨 就是推的那種小推車 你要在路邊送貨 但是 那個是比較 比較累 但是這個藥很痠 這個痠到是讓你沒辦法 工作的那種 用剪的也剪的三代 其實我蠻賣力的 但是真的 不是吃這一行飯 大哥你們每天有什麼 就是工作 有一個什麼目標這樣子嗎 有啊 就你今天的目標是什麼 今天這邊 打完了 快打完了不是嗎 還有幾個小時吧 還有幾個小時 對 那麼快 這邊不是快打完了 沒有 牆壁也要打 喔就是還有 牆壁這邊也要全部打掉 對 就這個也要打下來 對 幹 換手了大哥 換手了大哥 現在公投說呢 上面的進度比較趕啦 我這種菜鳥要下來工作 我真的沒有力氣跟你們做效果啦 好喘 這好像按摩我的腰喔 好舒服喔 喔 我現在一彎腰身體就在抖 我現在不想下去撿這個 因為很痛 加油 加油 我們大概還有三代 真的好累喔 好啦 那現在它沒有那個 垂乾淨啊 那個慘不出來 這不能怪我吧 差不多 今天中午的目標 達成好不好 去休息一下喝個水 真的不行啦 喔 出來是你的進度 太慢了 等我們的工程 做到中午就好 真的嗎 那我有薪水嗎 有喔 我就直接給你薪水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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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來 感謝大家收看這一集啦 雖然說 我沒有把今天的工作完成啦 但是好像是真的沒什麼辦法 因為 本身就不是做這個的料 所以被解雇我覺得好像也算合情合理啦 加上我們在拍攝可能真的有擋到他們工作什麼的 這真的有時候比較困難啦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諒解一下好不好 那下一集的內容就 會相對來說會好玩一點 就不會是單純的工作那麼簡單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可以不要扣掉Gmail的錢嗎 借我請大家喝那個手搖飲 這我感覺跟丫頭跟那個陳建州那一家應該是同水瓶 它就是好像我剛裡面看是那個紅茶加 就陳零酒特調的這個糖漿 然後做成了這一杯 然後最低要三分糖這樣 但是我覺得整個整杯就是沒有什麼味道 沒有茶也沒有奶也沒有甜 因為我點的是三分糖 你們有喝過嗎 就是如果有喝過的話 你們想法跟我是一樣的嗎 走啦回家啦 回台北車站